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躍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毋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回到大節,你明天又判施 又要判施 又要判施 明天一個禮拜 所以你今天又要… 那是否很不妥 不是,我都不敢 是否要做到11點半 然後回到家12點 差不差半個小時 差不差半個小時 差半個小時 你的意思是叫我留在這裏 台長讓我留在這裏 我就留在這裏 是吧 明天我亂說不說話 不夠睡 這裏有多無量 這裏有多無量 從頭到尾都不說話 我們再說回 就是 現在 看看先 那個禮拜日的陳雲那裏 希望多些人去參加 我估計其實都多 再提醒大家一次 這個15號禮拜日 就是在這個 上午11時開始到下午4時 即他可能要選個吉時 一定的 一定的 他一定有選 他那裏的做法可能不同 其他那裏都有點不同 國燒自己親自主持 應該會有 應該會有 因為我禮拜四都要問問他 可能他有些 他自己主持的一些法事 我估計 我估計 所以 希望成功 今天 我在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裏面 有一個是教資會的高等教育管治的報告 由錢利密保大學的校長Howard Newby 寫的一份報告很長的 以及做的研究 就是大學的管治 另外還有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研究局的撥款 但是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那個研究局也是教資會的 什麼研究局 就是研究撥款給大學 就是做機構大學的高等學院的研究項目 對 後來就給了趙善波 拔了夠錢出來 就給了這個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給張志光 那件事 其實今天主要就是有一班 就是高等院校的校長 副校長出現的 包括香港大學的馬飛心校長 今天我們這個會要開到七點半 四點半 開三個小時 有幾個議題 其中一個就是 這兩天都 大家有留意報紙或新聞都知道的 就是那個群眾學校 屯門有一間學校的校長 就反對他簽校去他隔離 這個契機又是阻制來的 我告訴你 是建制派來的 所以今天就不抱頭 直接不來立法會 我看到鄭國瀚領南大學的校長 我看到他 我真的露從心上起 本來我都準備了些材料 要講那個報告 但每個人發言只有四分鐘 那又可以講什麼呢 那這四分鐘呢 現在可以播了 我就不理了 我就開炮了 那大家看看這四分鐘 怎樣鑿這個 就是鄭國瀚領南大學的 OK 這個是為陳雲出氣的 今天在立法會 這個是你入會議記錄 全香港人看著 如果你有看電視直播的話 沒有我們放上網 你可以看 OK 現在可以播給大家看 有幾分鐘看 然後回來我再講 黃毅民 多謝主席 今天這個議行 其實包括兩件事 一個是教資會 以及研究資助局的研究賠款政策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Niobi的報告 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院校管治的報告 兩個這樣的問題 用四分鐘時間 然後再問一下這班人 還有一班大學管理階層 我們真的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說字 你明白嗎 沒有辦法 所以我會 在以下的發言 都是講我意見 不需要任何人去回應 有些人都回應不到 事實上是 這份報告 我們會很仔細看 暫時 時間所限 也沒有辦法 其實 我在很多年前 無論在教育事務委員會 大會裡面 我多次指出 大學資助委員會制度的不堪 應該是廢除 還有很多人建議 即是說 這個撥款制度 應該由一個獨立於政府的大學撥款組織所取代 那個成員是要多元化的 很簡單 教育 包括今天這個教資會也好 或者在座的大學管理階層也好 甚至這份報告也好 都不外是手段和工具 學生才是目的 今天這個會 學生代表都沒有 學聯會有一份文件 即是有個建議書 或者有些意見 大家應該仔細看 另外香港大學也有 為何沒有學生代表呢 他們才是目的 你們全部都是工具和手段 即是說起這個大學 我們經常都會說 北大蔡元培時代 兼容兵包思想解放 學術自由 教資會這份報告前言 都是這樣講的 學術自由 院校自主 我們看這個學術自由 院校自主 今天高等教育機構是甚麼一回事 有了梁振英這傢伙 現在的大學 高等院校 基本上就是被 梁振英的政治黑手所干預 今天坐在這些大學校長 有鄭國漢領南大學的校長 出恐嚇信警告一些不同政見的教員 跟著不同的續約 也有馬飛鑫 曾經有很多人對他有期待的 那些香港大學的校長 面對著這個超級良憤 非常之橫盲霸道的李國章 你神服在他底下 有甚麼理由大學校委會 行都出去校外開的 你告訴我 自己在campus不能開會 另外最近這個中國學者作藝事件 你表現的態度就是坦胡 有甚麼資格做大學校長 我告訴你 這是大學祭酒來的 用當年宋代大禹 張橫渠的說法就是 你要為天地立心 為生文立命 為往生計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你們這幫人有資格嗎 一個都沒有 我告訴你 今天你就有一部機器 有一個撥款 接著這部機器 就去控制你們這幫人 然後那些大學教員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讓你們去餘肉 為了份工 現在是合約制 不跟你續約 你咬甚麼刺 你坐兩個在大學教書 不過幸好他做立法會議員 你不敢動他 對不對 如果不在那裡騎騎騎騎騎 你就一樣可以動他 大學校長 即是說 講到這個大學管事 你先搞定這些大學校長 我告訴你 甚麼大學祭酒 淪為極權主義的幫兇和奴才 香港高等教育 市民還有甚麼希望 老實說 你梁振英 作為特首 名義上大學校監 你就伸一隻黑手進去 搞到烏煙瘴氣 神憎鬼嚴 好 多謝黃議員發言 都是多謝你 嘩 我見到鄭國漢屌 你真的 是差在面上去 蓋他兩巴 你出風恐嚇信 現在陳維摩佬 但他做立法會議 我會 這些所謂的大學校長 譬如今天就是講 高等院校的管治問題 你說這班人是甚麼來的 每個高薪厚 地位崇隆 原來是奴才 你梁振英 你看看 安插多少人 包括今天 那個教知會主席 他都是糧粉 全部都是 是嗎 還大大聲 大哥 幸好他沒有照顧我 是嗎 不是我一樣是教訓他 要不要跟他客氣 這個高等教育 在香港現在去到這個地步 你看那些大學校長 是嗎 找個像樣一點 現在都幾乎是沒有的 是嗎 那邊還有些朱驚帽 這些 找個像樣一點 是嗎 中大的時候 都有幾個校長 幾個高坤 高坤 現在腦退化症 是嗎 大概都叫做 是嗎 對那個 就是 資訊科技的貢獻多大 對通訊科技的貢獻多大 在學校裏面 做大學校長 又謙謙君子 是嗎 現在沈祖堯都走樣 我覺得 你一去到政治和學術之間 政治干預學術的時候 你就死定了 還有 現在這個政治 最骯髒 最下流的一種政治 就是梁振英 所以才有個最下流的馮偉剛 說這幾年來香港人 人格謀殺他 你不問為何要謀殺他 但如果你沒有人格的話 又何從會謀殺你 就是了 怎樣人格謀殺 與無倫次 難怪他可以拿一萬多元一天 這個賤人可以拿一萬多元一天 你有沒有減薪 你減不減薪 是減滅財政預算 這個星期三要投票 我已經答應了 我也不能投票 已經是 因為你要上角 我要上角 我的move都不能move 大佬 多謝那些喜歡響鐘 好像是拉布 拉死自己 現在就拉了 說話都不能說 前一天被建制派 輪番攻擊 開你梁國雄的名字 陳志全的名字 陳偉業的名字 罵到你 排隊罵你 你知道嗎 人家有策略的 因為我們有提修正案的人 發言之後 可以重複發言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但是你發言的人 你就要先讓那些未發言的人 先說 他便輪番 壓住你的位置 然後你就響鐘 你就猛點人數 浪費時間 到最後留會 然後就不能說 本來我星期五回去 打算還破 就算他沒有罵我 也 扶你去街 然後就被他們搞到留會 早上 什麼心態呢 我都不明白 什麼目的呢 又不是拉布 拉什麼布 就是拉柴 所以不敢走出來 大熱想言罵人 好像我看到 然後就被人譴責 其實 你 說你要搞到留會 其實堅制派配合他們 你知道嗎 你留了 你就不能說 接著 分配辯論時間 我早就說了 定實了 你就不能動 好了 你要虛耗這些時間 曾鈺誠 就把這些時間 扣起來 你的辯論時間 去年已經是這樣 大哥 你陳志全做什麼 就是搏出鏡 就是為了選舉 梁國雄也是 因為 被你玩到膠了 那個拉布 我告訴你 接著那些人又動我的 我動拉布的人 你想我是遲早的 扣你個街 說話 你現在要夠拉 不是今天說你夠拉 今次更壞 不但夠拉 被人動 不能還拖 沒有時間還拖 因為你自己弄死了自己 我當然很生氣 因為我有時間說話 對嗎 對嗎 對上那兩個禮拜 我在法庭 沒有得說 到我有得說 的時候 就被你響鐘響到我沒有得說 是吧 我也說了三節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講錯加起來 是吧 搞到這樣 整件事就被你搞到膠了 拘捕了 現在 明年怎麼拘捕 是吧 所以 真的很好笑 我真的看到 真的覺得 不過那些選民 可能未必會知道這些事情 是吧 還有什麽板斧 是吧 沒有別的板斧 是吧 那我講回剛才你那個發言 這個領大校長的錯度 沒有得回應 他可以回應 你不是發恐嚇述給人嗎 是吧 我開過名字 那不就只開過一個 馬匪生 馬匪生 只有兩個大學校長 其他那些是副校長 有些是教務長 是吧 中大的校長沒有來 是吧 城大找個副校長來 教育學院是呂達樂 他是副校長 是吧 真正的大學校長只有兩件 那不動你 尤其是見到這個鄭國漢 所以我一想起陳雲 我就想起 一看到陳雲 我就想起鄭國漢 當然就趕他 那又怎樣 罵完你又怎樣 是吧 沒有辦法的 我就是這個機會 這個平台 這樣我不會動你 是吧 如果不動你也沒有天理 是吧 好休息一下